高铁作为中国的新名片 在海外也拥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 因此也有不少国家都有意引进中国高铁 近年来 中国高铁在海外已经营造了一种双赢局面 这也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 美国人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11月17日 美国媒体发言文报道了中国在泰国的高铁项目 泰国希望在2023年之前 能将国内运行中文销建的高铁 目前中国已经把东南亚定为高铁海外战略的主战场 除了泰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 都有计划引进中国高铁 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 正在带动周边国家掀起高铁热 而中国周边高铁热的到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间泰国官方表示 泰国建造高铁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中国人民服务 因为泰国一直作为中国游客旅游观光的一个常选之地 较至今年10月份 泰国今年建立了中国游会高达920万元4 毕竟很快就会突破千万 而如此多的中国游客 带来的便是强大的消费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高铁对泰国带来的不仅仅是交通设施的改善 更带来一笔引擎巨大财富 中国高铁在泰国形成了一种年轻循环 因此泰国才会把本国的高铁项目 放心地交给中国 因此就由美国网友在评论去指点 要是这些高铁能做到美国就好了 美国的铁路产业近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 很明显很深就已经显得平软了 更虽然外国因素来刺激 选择将中国铁路拒之门外 很显然美国铁路没有一个勇气直面挑战 由此可见美国铁路未来发展也不会很迅速了 因此也有美国网友方圆导 真的搞不懂为什么我们要拒绝